大家好啊,我们都知道呢,野生动物它是很凶猛的 接下来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野生动物 它是怎么个凶猛的情况啊 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啊,这里呢,是一只大象啊 它在一个公路上呢,抓住了一个这个人类开的汽车 它呢,就上去拿自己的身体开始撞这个汽车 最后呢,这个车呢,也是很惊慌啊 成功逃过了大象的追捕啊 我们看到这个车的前面包装杆已经掉了 接着这个视频呢,我们也是看到啊 这个呢,也是在野外啊,有一只大象 它呢,在攻击这个汽车啊 我们看到大象呢,它靠着自己的身体啊 把这个车都差点掀翻了 接着呢,又是另一个视频啊 这个呢,是一群野生的狮子啊 它们也是在追这辆车 这个呢,也是一个野生的犀牛啊 在攻击这个汽车 接着这个视频呢,是在野外啊 有一只狮子,它正在那里散步 然后呢,它发现了人类和车啊 接着呢,这只狮子呢,慢慢的向这辆车靠近啊 我们看到 这个狮子呢,也是想攻击这个车子啊 所以呢,我们也是看到了野生动物的凶猛啊 所以我们在野外,也是碰到野生动物 也是要赶紧逃跑啊 不要招惹它们 接着呢,这个视频还是一个狮子啊 它在野外呢,也是发现了这辆汽车 并且呢,它准备要攻击这辆车 我们看到呢,这个狮子站起来 比这个车还要高很多啊 这个视频呢,也是一个犀牛啊 它从远处冲撞过来啊 冲向这个汽车啊 犀牛这个脚呢,它是很锋利的啊 我们可想而知啊,这个犀牛的攻击力是有多么的强啊 我们也是看到啊 它都把这个汽车的轮胎都给戳破了啊 这个视频呢,是一个豹子啊 这个豹子跑到了车顶啊 开始骚扰起来啊 撕咬着这个车子 我们在野外呢,一定要远离这种野生动物啊 注意保护自己 在非洲草原上的动物啊 斑马,也是非常的好看 它的条纹 也是与其他的马类非常与众不同 我们也可以看到生活在这里的 还有我们的鸵鸟兄弟 这只狮子也是一个人面对着一群斑马 它在默默的观看 狮子我们也知道是现在世界上 现存体积最大的猫克动物 我们也知道啊 狮子的爪子和牙齿是非常锋利的 就像猫一样 平均身高可以达到三米多 体重可以达到两百多斤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只狮子饿了很多天 也是非常的饥饿 它正在觅食 我们同时可以看出这群斑马也在觅食 通过镜头的来回切换啊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群狮子是非常的饿的 狮子们并不想错过这个猎杀的时刻 斑马我们也知道啊 分为很多种类 最高的可以长到二米五左右的高度 我们也可以看出斑马群 人数是很多的 只要抓住其中一只就够狮子饱餐一顿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狮子是如何发动进攻的 狮子潜伏在远处 正在默默观看着斑马进食 狮子们也是正在寻找着目标 寻找着斑马群中最瘦小的 狮群奔跑了起来 然而斑马正在吃草 没有看到 我们知道狮子奔跑速度也是很快的 比斑马快了不止一倍 狮子们在斑马群中找到了最瘦小的斑马 我们看到这只最瘦小的斑马 没有发现狮子的一举一动 还在进食 这只小斑马似乎发现了狮子 它赶紧跑向了妈妈身边 然而一切却都晚了 狮子迅速冲向了这只小斑马 斑马妈妈也想护着小斑马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 狮子抓住了这只小斑马 并且撕咬着它 很不幸这只小斑马被猎杀了 这个呢 在动物园里面 动物之间的打斗呢 很有可能是为了抢夺食物而打斗啊 敌人啊 直接就是大打出手啊 把其中的一只猴子呢 逼到了 墙角啊 我们看到这只猴子呢 还会使用道具啊 拿着这个棍子 猪 你 预览